现在洪姐是在伦敦的滑铁炉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1848年就通车了 我刚刚用计算器捡了一下 火车站已经有181岁高龄了 看起来是不是还相当的健硕呢 你好 欢迎收看视频阿洪 今天洪姐呢要到一个叫做Exeter的一个小城市去玩 那我们试着从伦敦的滑铁炉的这个火车站出发 来看一下 OK 我要上车咯 上车了 这里 拜拜 从伦敦纵火车到埃克赛特大概要三个小时 除了头等箱之外 别的车厢都是自由入座的 乘客都很自觉 不喧哗 即使是讲话也是低声细语的 很文明啊 我很喜欢 我们现在到了埃克赛特Center 埃克赛特的市中心 这一群建筑是属于埃克赛特学院的 往前 看到乌云那边啊 下面呢 我们看到了大教堂的屋顶 等一下我们吃饱了会去教堂附近参观一下 今天风好大呀 好冷啊今天 在埃克赛特呢 有一间咖啡座就叫做Chando's Daily 虽然啊 现在我满脑袋里头想的都是馒头加榨菜 可是肉香要随俗哦 要学会欣赏别人的文化和习惯 所以呢 我们买了吞拿鱼三文治 三文治的厚土丝烤的焦黄香脆 中间夹着吞拿鱼 红瓜片 炸洋葱圈和鳄梨 吃饱了 我们继续赶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埃克赛特的一个开放式的博物馆 它曾经是一个教堂 在二战的时候呢 被毁掉了 只留下了断瓦残垣 玻璃的牌里头镶嵌着器皿的碎片 曾经都是教堂里头有价值的物件啊 眼前的这一幕再次提醒人们 战争是冷酷和无情的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啊 是在和平时期生活长大的 更要懂得珍惜和捍卫和平 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多浪漫又富有情调的小商户 喜欢拍照的美眉 记得要穿的美美的来这里拍照哦 能拍出很多大片呢 这个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埃克赛特座堂了 它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哦 这座教堂呢 拥有英格兰最长的不间断的拱形天花板 今天我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呢 把这个探索留给亲爱的观众们啦 我去看看那个海鸥怕不怕人 在埃克赛特随处都可以看到历史相当悠久的建筑物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餐馆 下次再来吃炸菜炒露丝 马路中央的这个大钟早就已经定格在12点了 这个是英国大将军布勒雷德佛斯的铜像 现在我们要去埃克赛特大学参观 埃克赛特大学是英国著名的公立大学 隶属英国罗素大学集团 总共呢有17所学院 说到这个学校的杰出的校友哦 你一定知道的 他就是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林 再来一个更劲爆的消息 大学准备在明年开办一个硕士课程 就叫做魔法与神秘学 酷吧 这条西长的水道上有好多绿头鸭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魔力啊 洪姐呢就顺着水道上面的小路 要完成今天最后的一项任务 就是去探望一对住在这里的国际友人 我们决定给他们一个惊喜啊 所以并没有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来到英国了 当我们走进朋友的家的时候啊 他们的宠物仙罗猫 似乎发现了我们呢 夺窗而出迎接来自赤道的朋友 一年多不见呢 他还让我们把玩他呢 还让我们拍录像 真乖 中间呢省去了千言万语啊 我们从朋友家出来呢 已经是傍晚了 我们要回到火车站 赶火车回伦敦 艾克赛特是一个非常田径美丽的城市 我们还会再来这里的 也谢谢你收看市场阿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 拜拜